说人情冷暖,素世间百态 大家好,欢迎收听脆花的秘密 今天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周末,周旭带着女友韩磊 去参加了高中同学冯宇的婚礼 冯宇是周旭高中时代睡在下铺的兄弟 都是来自农村的寒门子弟 高中毕业,两个人考到了同一个城市的两所学校 毕业后又都留了下来,离得不算远 因此一直没断了联系 周旭在大二时候和兰磊恋爱 冯旭则一直到工作后才交到女朋友 确定关系后,冯宇还携女友 约着周旭和韩磊吃过一顿饭 那顿饭让周旭吃得意气风发 以忧为尽 冯宇的女朋友长得非常非常一般 相比之下,高挑鲜瘦,肤白貌美的韩磊 很是为周旭长脸 上学的时候比成绩,比谁能进入名校 毕业后可不就是比谁婚得好,挣钱多 谁的女朋友更漂亮 不过冯宇这么快就结婚 周旭还是有些意外的 掐指算算,周旭和韩磊在一起也六年多了 毕业后就租了房子开始同知 却始终不敢提结婚二字 周旭家的条件就不用说了 到现在周旭还得每月按时往家里打钱 供弟弟读书 而韩磊,虽不至于拖累 但也绝对帮不上忙 这么些年,两个人连房子首付都没攒够 因此,周旭和韩磊平时非常节俭 受到冯宇的结婚请柬 韩磊还嘟囔了一声 说又要花钱了 韩磊是那种不爱慕虚荣 也不好高骛远的女孩 所以尽管两个人过得紧紧巴巴 也一直甘之若疑的 和周旭窝继在这个简陋的出租房里 冯宇结婚请柬上的酒店 周旭和韩磊都没听说过 为了老大劲才找到 去的时候,周旭好奇冯宇这么快结婚 到了婚礼现场,他瞬间震惊了 周旭从不知道 在这么个僻静的地方还有这样一家五星级酒店 绿色的草坪,簇拥的鲜花 简欧式的白色建筑,看上去高贵浪漫 门口豪彻云集 大厅里布置的美轮美奂 华丽的水晶吊灯 把地板映得熠熠生辉 从周围边棚的谈话中 周旭才听出来 冯宇的老婆居然是个富二代 真人不露像啊 周旭心里五味杂陈 上次一起吃饭怎么就没看出来 这个外表普通的姑娘原来这么有背景 轻柔的音乐响起 众人的瞩目下 一对新人缓缓入场 周围有人小声议论 新娘身上的婚纱十来万呢 周旭和韩磊面面相去 果然在精致的妆容和精美的婚纱衬托下 原本平凡的女孩 此刻看来光芒万丈 思议在台上讲述着新郎新娘 浪漫美丽的爱情故事 此时周旭什么都听不进去了 他正正地看着台上一对男女 无名纸上那硕大的钻戒 隔了这么远 钻石的光芒 还是瞬间闪瞎了周旭的眼 回来的地铁上 韩磊还在没心没肺地回味着这场豪婚 不停地把他在婚礼上听到的消息 往周旭耳朵里灌 婚礼上所有的花都是鲜花耶 空运过来的 那么多玫瑰得多少钱呢 新娘的婚纱简直是太美太美了 听说他老爸送一套别墅作为结婚礼物 婚礼之后 新娘和新郎要去欧洲度蜜月的 叽叽喳喳的周旭头都疼了 他回头瞪了一眼 韩磊不耐烦地说 你能不能闭嘴 公共场合安静不知道啊 韩磊正了一会儿 撅着嘴 把头转到一边 生气了 其实韩磊转述的信息周旭全都知道 甚至比他知道的更多 正因为如此 他才更烦 他和冯宇同样的出身 同样的资质 而现在冯宇的婚姻 让他们之间有了天壤之别 自从参加完冯宇的婚礼回来 周旭突然变了 整个人很消沉 很颓废 话也少了很多 每天都在 临迟到的最后一分钟爬起来 应付差事似的去上包 而只要回到那间出租屋 就是坐在电脑前 让游戏的声音一直持续到深夜 冯宇的婚礼彻底打击了周旭 让他觉得自己就是累死 下辈子也赶不上冯宇 不如就这样混着吧 那些成功的 有钱的 有几个是自己拼出来的 就像冯宇 不就是找了个有钱老婆 瞬间就从底层爬上来了吗 人啊 都是命 周旭认命了 韩磊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聪明如韩磊 当然知道周旭的心结 这些年他很了解周旭 自尊心强 偏偏又很敏感 很多时候 韩磊反而要小心翼翼 照顾他那些小情绪 没办法 谁让自己爱他呢 这天晚上 韩磊一直强撑着没睡着 终于等到周旭结束了游戏 疲惫沮丧地 背对着韩磊躺在床上 韩磊从身后抱住了周旭 温柔地说 亲爱的 要不我们也结婚吧 周旭把韩磊的手拿下来说 睡吧 我累了 黑暗中 韩磊的手垂在半空 心也在那一瞬间冷了 那天中午休息的时候 周旭无所事事地刷着手机 大学的班级群里 一群人正摇着天 无非是房价 股票 投资 这些周旭都没兴趣 也没资本感兴趣 忽然有人发消息说 听说了吗 南关那儿的旧房要拆迁了 又要富起来一批人了 周旭的心 砰砰地跳了起来 据他所知 大学同学 姚雪 家就住在南关 有一个不小的院子 群里马上有人 at了姚雪 调侃道 姚雪 你家就是那一片了吧 狗富贵无相忘啊 姚雪很快出现了 发了个大笑的表情说 唉 听说是要拆了 具体还不知道 什么时候实施呢 等着吧 等我成拆二代了 请你们吃大餐 这些闲聊的话 如同在周旭的心里 投了一颗小石子 激起了一圈圈的涟漪 姚雪 大学时候追过周旭 没办法 周旭虽然穷 但有副好皮囊 挺有女人缘的 当时周旭没看上姚雪 姚雪长得黑 还胖 整个人吐不垃圾的 而现在周旭心里 暗暗后悔 学生时代 真是不切实际啊 看人先看外表 找个漂亮女朋友 又能怎样 还不是一样窝 在出租房里 那天下午 周旭拐弯抹角的 和熟悉的同学 聊了半天 终于打听出来 姚雪还是单身 有一个同学 还打趣道 还不是你把人 姚雪伤着了 至今都没能 缓无劲 周旭犹豫了许久 终是加了姚雪的微信 姚雪很快就通过了 而且很热情地 跟周旭打招呼 男神好 周旭一下子就激动了 手哆嗦着 发过去几个字 受宠若惊 一个爱慕已久 一个有备而来 天雷勾队火斑 很快就熊熊燃烧起来 从寒暄到暧昧 再到露骨 仅仅用了两天的时间 两人在微信上 打情骂俏 你弄我弄 似乎要把错过的时光 都找不回来 一周后 周旭约了姚雪见面 两个人到酒店 滚了床单 也就是那一天 周旭从姚雪的嘴里 掏了很多信息 姚雪家的三层小楼 拆迁后 至少能在市里 分到五套房子 价值近千万 作为独生女的姚雪 后半辈子 只用收收房租 做着数钱就可以了 晚上回去后 周旭向韩磊提出了分手 当然他的理由呢 很是冠冕堂皇 说自己一无所有 不想耽误了韩磊 韩磊很平静地接受了 没哭没闹 甚至没多说一句话 就收拾了东西 离开他 住了好几年的出租屋 韩磊这一走 也就一个多月的时间 居然要结婚了 消息依然是周旭 从大学同学群里看到了 韩磊在群里发了电子请柬 请柬上有韩磊的婚纱罩 穿着洁白婚纱的韩磊 美得像个仙子一般 旁边的男人高高的个子 看着韩磊 笑得一脸灿烂 周旭不好意思联系韩磊 就辗转问了韩磊的闺蜜 那个女孩很鄙视地说 你以为我们韩磊没人要呀 身在福中不知福 追韩磊的人多了去了 富二代 光二代都有 一根筋的他 这些年为你守身如玉的 结果还被你甩了 不过真要感谢你 离开你 韩磊终于过上了好日子 周旭心里很不适滋味 不管怎么说 这些年从青涩到成熟 是韩磊一直陪在他身边 他也曾经以为 他们会终老此生的 不过周旭很快就释然了 姚雪发了微信 说这个周末 让周旭去见他父母 周旭的薰 瞬瞻雀跃了 这样也好 他和韩磊都找到了 更适合的归宿 在残酷的现实面前 爱情一文不值 让周旭没想到的是 他和姚雪确定关系后 第一次上门 会被姚雪的父母 拒着门外 姚雪的妈妈堵着门说 你们的事 小雪 跟我说过了 我和她爸坚决反对 你也别怪我们现实 就这一个女儿 从小也是长心捧大的 不想让她跟着一个工作 好几年 还一无所有的穷小子 周旭的脑袋嗡的一声 这面对面的赤裸裸的羞辱 让她瞬间崩溃了 姚雪在身后喊她 她也没回头 此刻她心里想着韩磊 想着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对她 有过一句抱怨的女孩 可是晚了 韩磊早在三天前 做了别人的新娘 生性懦弱的姚雪 对这场爱情 并没有坚持太久 在父母的坚决反对下 她很快就妥协了 然后由父母做主 姚雪和自己的邻居 同样一个拆迁户的儿子 订了婚 机关算尽的周续 不仅没有一夜暴富 还能丢了自己的爱情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翠花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点击说明里的链接 关注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翠花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你永远不会孤展 我们可以继续让我们看一下 我们下一期儿 到此ui 后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